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和我們的聽眾分享一個問題 不是很常見 但是如果一旦診斷出來有事 多數病患者或家長都會很緊張 在西醫的角度一定是做手術 這是心反出現毛病的情況 很多時候有些小朋友 可能有些小朋友 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可能聽到一些心跳 有些雜聲 再詳細檢查 也有些年青人 可能上學的時候做運動 發覺很喘氣 因為心臟出現了一些問題 而在傳統上 當然要做手術 修補 但相信袁醫生 你在同類療法的臨床上 應該有些療劑可以幫助病患者 不一定要開刀做手術 其實心反無病都是屬於心臟病的一類 過去我也處理過 但有些小朋友 在醫學上 在一般的情況 如果一個小朋友出生 不久 就發現他經常都很青藍藍 始終血氣不足 一做檢查 簡單地聽一下心臟 你會看到心臟有雜音 叫做murmur 黑murmur 你看到心臟的關合得不好 所以這些雜音 血就好像流出去 關得不合 當然有些情況 病人會有暈 或者心跳 胸口心跳得很大力 很辛苦 当然也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薄 跳动 也很明顯有些不惜 除了有些小孩穿生 心发生得不太完整 就出現心流的情况 也有些情况 人们可能是因为心肌炎之后的问题 或者风湿性的心臟 风湿性的心臟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风湿之后 出现后卫症 我们通常觉得 在医学上 如果一个小孩很早发现有些问题 通常会先等下 太宝宝就难做 等下 当然有机会自己会好些 但如果发现自己不好 好不得了 便会安排 找一个适当的时候做手术 通常觉得不可以太早一点 不会太早一点 在同学疗法上 我遇到这些情况 第一 首先是先用疗剂 整体地处理小孩的孩子 希望他能够康复的机会更大 如果万一不可行 如果万一不行 也有少许可以 到了小学,初中 发现那问题仍然在 不想开刀 对于始终开刀 第一有风险 第二开刀之后 很多时候要服食药 不是这样开刀 以后一了八了 很多时候又要吃药 很久 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开刀 会寻求其他方法 幸好在同类疗法里 我有很多很好的疗剂 专门可以帮助这类心脏问题 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心脏问题 疗剂是Narja Narja是眼颈蛇毒 大家知道眼颈蛇的Narja 疗剂通常对心脏问题特别有效 过去我都遇到年轻人的情况 我都用了疗剂 疗剂的疗剂其中一个症状是 疹音murmur很大声 但很多时候没有其他症状出现 总之心脏问题是有问题的 但你问其他资料 很多时候是很缺乏的 我遇到这种情况 没有其他资料 我们会考虑先用疗剂 当然一般性的情况 心脏的声音是特别大声的 还有有时候 有时候左边的手臂的麻痹 或者觉得 左边的胸有空虚的感觉 或者有种酵喘 我们称为心脏性的酵喘 手脚多汗 Nagra我过去也用过几次 多数都是用于年轻人、女性出现这个症状 通常你发现他们不可以参与学校的运动 免了他们因为不够气,做不到这些运动 我们慢慢用疗剂可以回复正常的所有运动 所以疗法在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这是其中一种 另外一个就是Kalmea Lactifolia 叫三月桂 Kalmea这个疗剂通常应用于风湿性的心反问题 主要的症状也是会有集音很大声 心跳也很厉害,没有气 除了症状,通常有一种尖游走的痛 这种是风湿的,病人会觉得那种痛是会走来走去的 会跨过整个几个关节 一种走来走去的情况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这种风湿痛的感觉 这就是Kalmea的疗剂应用的地方 另外一种是Adonis 是我们中文 英文叫Phasan's eye 就是一个草药 我们中文翻译是春福瘦草 春天的粗,春福气的福瘦 春福瘦草 Adonis的主要症状是心觉得很虚弱很远的 很累的 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人都散了,没有力 有时候睡觉应该好一些 Adonis的阵营不是的 他特别是心很软弱很虚弱的 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是特别觉得差的 心胸好像有压力感 想休息很长的大气 休息很长的大气 风跳是快的 而且是弱的 密缩是比较慢的 比较弱的 有时候尿方面 腎方面比较有虚弱 有时候尿多或尿少 甚至是蛋白尿 和腎方面出现症状的 呼吸有困难 任何压力在胸或背都不舒服 这是春福受草的主要症状 另外一种疗剂 Apple-sinum Apple-sinum是Indian ham 是因因第安麻 一个Hem Indian ham 重心是心脏衰退 还有水肿 广泛性的水肿 当然胸膛感到压迫 还有肺胃膜 也可能是流水 所以这个跟水肿 水肿也很厉害 我们考虑 这个是Apple-sinum 印第安麻 另外一种 Orum 即是黄金 金的东西有跟心脏有关 通常是心衰竭 长期的心脚痛 也有风湿性的心脏病 当然Orum的重心 那个人 有一种情绪很低落 我发现如果心脏病人 有情绪很低落 好像想自杀 我就会想这个了解 很多时候 当心脏有事的时候 心脏始终和情绪 是很大关系 很多时候发现 心脏病的病人 如果加上情绪很低落 不想流暖 人生 或者对他家人 好像没有感情 可以考虑 这是黄金和Orum 另外一种 Cactus Grandiflorus 是大花仙人掌 大花仙人掌的变性方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就是 感觉心胸 好像在铬着那种痛 好像有一个铁线 铬着心脏的地方 加上不够气 如果遇到病人 说得出这个症状 我们想想 这个可能是大花仙人掌的疗剂 另外一种 Cratagus Oxycantus 是山渣 山渣 通常我用在老人家的心比较虚弱 包括 当然 心反问题也不够气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说是 心脏的补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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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有一般的心脏的 WOW的问题 雜音多 以及心跳之类 很多时候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想补虚弱的心脏 或者用Cratagus 山沙 好了 另外一种 我们叫做Digitalis Purperia Digitalis Fox Grove 是一个无地黄素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疗剂 心脏的疗剂 通常是暈 不够气 作悶 心脏被人作悶 最重要是有一个症状 它的 蜜蜜蜜 是異常地慢 OK 異常地慢 很慢 很慢的 如果它动的 心脏会停顿 患 如果它动身脏会停顿 如果它动身脏会停顿 这个症状是Digitalis,Foxgrove,墓地黄素的主要阵营 这是Laurel Cerasus,是贵樱花的樱 Laurel Cerasus主要阵营是很严重的驱脱、严重的不够气 好像浸得没气、没力 当然她是蓝蓝青青、很冷、很软弱 心的痛和压力感 如果她起床时就有这种压力感 即是很蓝青,好像没有血色 这个主要是又冷又青又蓝 这个叫Laurel Cerasus,是贵樱疗剂应用的地方 另外一种是Woodstock,Woodstock是野角 Woodstock通常应用的地方 通常人们的心脏问题是由于过度的粗劳 可能做运动,也许有很多运动员 过度的运动是令到心脏衰竭 野角有一个症状是她很喜欢动的 你觉得她很不安地坐不定 她做一下运动才会觉得舒服 要不然觉得人很僵硬 想动一下她,伸展一下她才会舒服 这个症状是野角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Spigeria,是赤金草 赤金草是比较美奇的心脏毛病 通常众心的症状是 她的心疾音是很大声的 好像猫在这里叫 猫的声音是很大声的 还有Spigeria,赤金草 有一种很尖锐的刺痛 或者刁痛在心脏中 有一种很尖的痛 我叫Stitching pain 好像有些是刁痛的那种 这个是主重的Spigeria 主要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Spongia Toaster 海绵 海绵的症状主要是 它会感觉心胸部很压迫感 和很胀的感觉 是平躺,躺下头低了 会比较比较差 躺在左边的症状 总的症状很容易 晚上扎醒 突然扎醒,没了气 会不及吓吓,很害怕的感觉 当然她心疼的毛病 雜心的声音也有很大声 这个是Spongia,海绵的症状 另外一种叫Strofantas,Hissadus,Covicid 中文叫做战独阳国扭 Strofantas,弓箭的字,战独阳国扭 这个我通常用的是什么呢 心脏衰竭,很软弱,蜜薄是很快的 我最近也医了一个病人 他也是因为做过手术,做过食道的手术 之后他发现心脏蜜薄跳得很快 结果我都用Strofantas,战独阳国扭的尿剂 其实我现在所介绍的只是几种尿剂 尿剂其实很多 几十种尿剂可以处理不同心脏问题 现在所说的介绍是其中一些可以用在心反的心脏蜜薄 当然心脏蜜薄有很多类型 有很多其他类型可以有不同的尿剂应用 好,谢谢袁先生和我们分享 刚才一开场,我也有说过 关于心脏、心反的毛病的时候 一般人听上去都是一个很严重性的问题 当然袁先生的临床上 他也帮了很多病人去做过 甚至有些已经做过手术 但接着后也有些后遗症出现了 而出现了心反出现了毛病的时候 难道你又要再做手术吗? 如果是小孩子的时候 会加强他们的体质 希望他们可以在成长过程中 便预合回来 以后就可以健康生活 但后期才发现到的时候 也可以利用疗剂 帮助而避免手术 只要手术有风险 也有时候有后遗症 也可能要长期服用一些附序药物 也不是我们希望病人或听众 去健康的人生 刚才介绍了有12种疗剂 但也有很多 因为很多时心脏病引起 也有很多伴症 需要真的可以对症下育 今集希望给大家了解到 不是传统上有很严重的问题 只是手术可以帮助 而在临床上同类疗法 也是很有效的成效 希望听众听之后 可以把这些讯息记住 遇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想有没有疗剂 要大家未熟悉的 可以找一个专业的临床 有专业经验的临床 同类疗法医生帮助大家 解决健康上的问题 多谢袁先生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先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的 疗剂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先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网址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先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